这个为什么会发错呢 哦,这个先前封装是两个例子 看我们这个直接我从这摸一个 因为先前做的那种封装的不是非常完善的那种 直接再剪一遍 然后在这里边这个冰 然后这个要设置标题 这几个标题啊 刚才我直接字符就都全都弄过来 这个没有料用 我们的标题拆除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 对了,先前标题我们这个设置我们都还没封进去 还是给它封进去 我直接把那个方法找到给弄进去 这个吧,对吧 我们把它沾进来 沾到 这里边 现在我们的树树 树树 树树保留这个 这个多余的标题 这个很简单了 咱们先填那个 这个上面有个 直接把它找出来 实际化之后 设一下传进来的这个字符的值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这个set the title 这个就不报错了 对不对 我们这个tattle是怎么设置的 首先获取了一个数量 对不对 没有被删除了这个类别的数量 对不对 或者之后把那个标题给它去除掉 最后是不是形成了就是这个效果 类别管理后边这个字符 有几个就给它替换成几个 就是这样 之后呢 我们继续往下走 看哪里还报错 然后我给大家一会详细解释 这个里边我们还有这个边际呢 边际这块 我们暂时先不先不往里弄 要不然这个一弄就又是连锁反应了 又又冒出来一堆东西要往里边弄 这个呢我们暂时现在也用不着我们也给它评论掉 我们现在一步一步的来 弄好了 然后这一个咱们再带上这个生成CREATE 这个我应该是ID就不用盘了 对不对 ID就是多预料 因为我每个都是1.2 网站盘都没有意义了 一会我们来详细的再过一下这个代码 这个是菜单里边的这个芯片 对不对 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这个我们也暂时先评论一下 可能是 是不是因为当时控装是大型的 还是吗 我这里边是不是 我等一下 我看我这个 这个关了 看前面的那个里边写的是什么 这个什么样的 应该是这个什么没有引用 这个Lizender这个没有正确引用 估计它才会报错 我们这样 我们把这个Lizender那个引用 我们先给放在下 这个Lizender的引用 是这个吧 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这个应该是大写 所以就没认出来 加个大写 这就能引用了吧 这引用这个就不搞错了 然后 这个是删除类别 好 我们来一个一个的来过一下 这有几个着重要注意的地方 对吧 咱们方法 还都是这几样 对不对 这都不用解释了 出手画变量 对吧 出手画view 什么这个 绑定数据 生成菜单 主要的是哪几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一个是 这个上下文菜单 咱们可以看到这里边 这是 两个一个主item 一个子item吧 对不对 所以 所以你在这里边的一个处理是要把它 去分开来的 在生成菜单时候呢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以前是怎么写的 做一个对比 我们就能发现它的这个差别到底有什么 有什么不同的这个地方 我们以前呢 这个生成就直接获取这个菜单的这个信息对不对 直接获取直接通过菜单里边的这个位置取它的这个实体类了吧 对吧 以前就这么简单就完事了 但是现在这个呢 是怎么做的呢 这个也是菜单信息对吧 跟那个其实一样 对不对 只不过是这个菜单信息是 专门的这个 扩展list的菜单信息 对吧 你可以看到 是吧 它多了一项什么呢 咱们那里边是直接就是position 对吧 它这里边是 这里边呢 是我们首先获取它这个菜单的这个位置信息 对吧 获取它这个位置之后 我们下一步要做一个什么操作呢 我们要判断一下当前他选的这个选项啊 这个位置啊 到底是组还是子 这个要怎么判断呢 我们通过我们这个 这个 扩展 扩展list view这个组件啊 里边的这个get park position go 扩这个方法 把我们的这个位置信息给传进去 在这个里边 他就是通过这个位置 先判断出来他的这个 类型 你看他这类型里边有个比较吗 对吧 就是他通过这个位置 取出来他当前选的这个item的类型 取出来之后呢 他在这里边又多取了一个 根据这个位置取出他这个组 所在组的这个位置 取出组位置 他判断这个类型 因为已经取出来类型嘛 如果这个类型是组 对吧 他在这里边直接就 根据他返回组的这个位置 直接取他的这个实体嘛 对吧 用的是get go get go 对不对 如果判断他的这个类型 是他的这个子的话 他就要 做一多做一步操作了 首先获取他这个 在这个菜单里边的这个子的这个位置 对吧 获取子的这个位置之后 再通过这个获取子的这个方法 咱们先前封装了获取子的这个方法 然后传进去 他已经获取 因为他这里边啊 这个组和子啊 因为可能都是按照这种两项两项的这么 这么分开的 所以在这里边要取一下 往里边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 判断位置是组的 你就判断类型 是组的你就取组的 是子的你就取子的 对吧 取出来之后 然后再下一步 你取出来当前他选择了这里边的这个实体类了 你就可以进一步往下设置了 取出来实体类之后就得到他的这个类别名称 对吧 然后再往下一步 我在这里边我为了统计我是自己又多添了一项菜单 但是咱们现在暂时用不到 这个添菜单这个应该理解吧 就是什么组ID item ID 咱们现在这个索引就是因为先前是一二嘛 我们这item ID就从三开始了 排序而塞 这个可以先不管的 总之就是说 在这里边就是说 获取他这个位置 通过位置取类型 通过类型里边 通过这个位 取出来类型 再通过位置 取出他这个组的这个位置 然后下一步就是判断类型 判断类型之后 如果是组就取组 如果是子 就把子给取出来 就可以了 取出来之后 继续往下的话 就是生成他的这个上下文菜单了 我这里边是多生成一项 这项可以暂时先不管的 另外呢 下边我这又多了一项 这就是我当时写那个了 写那个方法对吧 把每一项的子 是不是都放到这个list view里边了 放到一个list里边了吗 对吧 应该是放到list 放到这里 然后在这里边判断他的子是否为 是否为零 如果为零的话 他这个删除应该就是 直接可以启用了 如果不为零了呢 就不能删 要求他必须先把子删了 对不对 要不然你这个不好处理 其实或者是还有一种做法的话 但是不行 因为我记得当时在写这个时候 你在删除他这个类别的时候 因为你这个极连操作应该是有那个 我记得是路径的更新 这些极连操作 回头咱们做那个方法的时候要看一下 应该是最好是让他先把子删了才能删这个上面的这个大类 我在这里边反正是这么判断做的 现在如果下边有子类的话 就删除把它置回 所以说前面这个方法就可以看出来了 我是在这里边 在这个或许组的时候就把这个列表维护好 对吧 放进去要么是零 要么是他的这个紫菜刀的数量 放进去之后 在这里边就设置他的某一个选项是否打开或者关闭 我们这是二吗 还记得二就是删除吗 对吧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说他这个 他这个扩展扩展的一次view 这个使用在使用逻辑上就是多了这么几步 要判断他这个菜单是组还是子 然后根据不同的菜单的像 再取他的这个实体类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然后再往下面呢 是他的这个另外的一些操作的 就是一些删除或者是或者是修改这个操作 我暂时屏蔽掉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是否是正常的运行起来的 是否正常的加载进来的 我们先来执行一下 执行之前还是咱们的那几样操作先要维护进去 对不对 现在我们的类类别这个也有了吧 要维护进去了吧 然后我们的那个这个类要填到activity要填到这个类了 然后数据库我们先删一下 然后再去看一下我们这个类别是否能正常的加载起来 那些默认那些默认值也是否正常的运行 然后再这个类别管理吧 也在这对吧 点一下 哦我们那个什么还没加完 按钮实践还没加 我们来拐过头来来把按钮实践来给它加一下 继续放我们的屏蔽按照升级呢 这个类别这个应该是可以点击了 这个应该是可以点击了 我们重新来运行一下 等一下这个类别 这就是在它这个adapter里边的一个绑定的这么一个顺序 对不对 你先填这几个子应该是这些还都没有运行到 对不对 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填字 对吧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把这个给它维护一下 我们要把这个编辑和添加应该也给做你了 对吧 我们刚才暂时屏蔽掉了 主要是为了先看这个结果 这个里边过去数量也对吧 对吧 就是从数据库里读数量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继续往里边弄我们的这个布局 添加和编辑也要 现在还没有 是吧 我们把添加编辑也是放进去 添加编辑的布局 我们把 放这个 对不对 然后在这里边呢 咱们再打开看一下吧 有些要处理的地方 这个方法是用了一个table的布局 我们先看一下 它的这个真实的实现效果是什么 添加的 做好之后应该是什么效果 那是这么一个效果 对吧 上面是类别名称 填类别名称 然后选它的什么呀 选它所属的类 对吧 你如果选它了 它就是它的子类 你如果不选的话 它就是代表是一个大 对不对 然后这里边就是点保存之后的一个保存 这个布局也非常简单 就是这么一个样子 我们上下分成了两块嘛 在先行布局里边 放的是那些要填的这个值 然后用了一个表格布局 放了保存按钮和那个什么按钮 对不对 然后这个属性还记不记得是什么意思 有印象没有 用表格布局 什么 扩展嘛 把零号列和一号列 两个尽量撑满 对不对 这个意思嘛 咱现在这里边 两个空架就是这两面嘛 把它尽量撑满 是不是 是不是它在这里边就撑满了吗 对不对 就说白设置它的宽度 然后呢